P图造谣泼脏水 这些已经是明星常见的被非操作了 但更有甚者会将语言暴力上升至行为暴力 方楚岳喝下油漆 王家尔被伸巴掌 洋洋吸入毒气 还有哪些明星遭受过巨大的恶意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细数一下那些被恶意中伤的明星吧 见过明星的人前风光 可没能想到他们在成名前情狼狈致辞 2016年 徐薇州英文化 因为单改剧上瘾一曲成名 但经过短暂的人气高峰后 他选择了牵持音乐梦想 人气一度下滑 随后2018年 他参加了新武林大会 在某期节目的彩排过程中 徐薇州需要完成一个跪滑的动作 磕磕碰碰在此难免 但为了不受重伤影响节目效果 徐薇州让工作人员准备了呼吸 可正当他打算戴上呼吸的时候 他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呼吸里竟然藏有一根针 虽然徐薇州立刻就问 这里怎么会有针 但面对徐薇州的质疑 工作人员却只是淡淡地回应说是尖缝插针 过后节目组还将这段藏针的心理想到花絮里 作为精彩的搞笑片段 视频放出后 激怒了不少网友和粉丝 假如当时徐薇州没有多看一眼 而是直接戴上呼吸 很难想象在他舞蹈过程中会出现怎样的惨剧 事后节目组却仅仅表示是检查到具不到位 态度极其不诚恳 无独有偶 彭楚月在无名之时也遭遇过非人的对待 那年X9少年团刚成团出道 在参加一个节目时 有一个环节是和素人比拼吃辣 吃下变态辣的火鸡面对于许多人来说难以忍受 所以节目组也人性化的在旁边准备了一瓶牛奶 可谁知道 杰拉的饮料却被节目组换成了油漆 也有人说是屏息颜料 总之就是不能喝的东西 当时彭楚月喝了第一口就问这个是什么 主持人却坚持回应说是牛奶 可是这瓶牛奶的质感显而易见的不对劲 过于粘稠和明知 对袁肖展第一个发现情况 拿起瓶子闻了闻说是油漆 接着他把矿泉水递给彭楚月 让他赶紧全部喝下 录完节目后 彭楚月就去了医院洗胃 而他把一条发生意外 如何急救自久的微博置顶了两年 节目组续异谋化的博眼球环节毫无底线 甚至拿艺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从季节冠军到顶流男星 忘记二似乎是所有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可他成名以来的心里令所有粉丝心疼不已 早年在上韩国综艺Radio Star的时候 王健尔透露道 曾经在另一期生时期 他走进公共浴室想洗澡 却突然被已经在里面的前辈掌握 对方打完后若无其事的就走了 即使觉得委屈 但王健尔还是笑着说 说完这件事后 在场的主持人还解释说 可能是你进去之后他太惊慌了 一激动就打了巴掌 王健尔有反问道 开心的话需要打得这么狠吗 值得一提的是 做了三年练习生的王健尔正式出档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JYP所有的中国练习生说 如果受欺负了来找我 我是过来人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自己的心力 王健尔极力保护着这些后辈们 类似的 因为变形机而走向娱乐圈的李鸿逸 也在韩国受到了欺负 李鸿逸回忆成 在训练室辛苦练习了三天三夜后 因为觉得有点难受 于是在练习的空闲时间和妈妈打电话 可他却被突然走过来的前辈 无缘无故地伸了巴掌 前辈只留下了一句 训练时间不能打电话 刚开始 没有任何反驳机会的李鸿逸 只能选择忍受 但在时常发生这种事后 李鸿逸最终选择不再忍受 放弃了练习生生活回到家乡 此外周震南在韩国做练习生的时候 被老板伸了耳光 王子文在韩国训练生时期 一犯错误就会受到体罚 而大腿内侧的欲亲 让他对上厕所都变得害怕 韩庚也说唱歌的时候 唱不好就得撅着屁股挨打 如果说以上联系生都在成名前经历磨难 那影儿就是在拥有性命后也遭受恶意 她的一件往事让她被称为史上最残女一号 2010年 杨子专门为影儿打造了电影《盗版爱情》 不请杨子亲自在剧里出演 还让黄胜衣为其作配 可电影发布会当天 作为最大女主角的影儿 却被拦在了发布会门口 小彩高跟鞋 装发齐全的她却怎么都进不去会场 任凭影儿怎么解释 保安仍旧不肯放人 影儿最后只能崩溃大哭 每个明星都有低谷期 薛志千就在节目中 自爆刚成名时遭到的不公平待遇 火星情报局里 薛志千表示其实许多艺人都是表里不一的 并透露到 在她刚出道的时候 曾经在台上自我介绍 可她却被后边的一位主持人一直催促 还是脏话慢骂 杨迪也在刚出道时经历过非常心酸的学期 2012年之前她还只是娱乐圈的边缘人物 曾经在一个节目上 杨迪透露过一件往事 当时她被邀请到一个节目 面对一个很大牌的艺人 那个艺人直接说她根本就是昙花一线 还指责电视台不该去拍她 汪汉也说 早前有一次颁奖典礼上 杨迪明明得了奖 但是一直到最后 节目组并没有让她上台 后来才得知 是主办方嫌弃她长得丑 当时谢娜也在现场 直接跟她说 我一定要帮你 之后很多的节目 谢娜也都带上杨迪 就这样 她名气逐渐搭了起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 杨迪一直是谢娜为自己的恩人 如今的王一博 已经是爱豆系的天花板 但一路走来 她用了十年 早年刚出道时的艰辛 更是不为人知 17岁的时候 练习三年的王一博 终于以优内口成员的身份出道 就在出道不久后 一次泰国粉丝 见面会的彩排期间 一名私生饭出那舞台上 向王一博 泼洒了一桶红色液体 王一博被吓得 僵在了原地 当时盛传 当时被泼的是油漆 可事实上 那是动物血 虽然受到惊吓 但当时奇迹无名的他们 只能选择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杨阳在未拥有如今的人气和地位的时候 曾惨遭节目组的恶意博眼球环节 2014年 录制真人秀新命报道时 杨阳等四个人被要求进入一个山洞里 教官随后会扔进四枚有毒的烟雾弹 但只提供三个防洞面具 任务要求他们必须在山洞里待尽可能长的时间 理论上 只要嘉宾轮流憋戏 光用防洞面具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一开始口罩在杨阳 与小童和吴岳三人手上 但刚读期开始弥漫 张宁江静静呼吸不上来 杨阳注意到后 立刻将自己的防洞面具让给张宁江 和令人惊讶的是 接下来的十分钟 并没有人给杨阳提供防洞面具 最后杨阳是被一名女教官冲进去拖出来的 当时杨阳四肢麻痹 面色铁青 几乎失去意识 而这段经历让杨阳现在还落下咳嗽的老毛病 节目组设置过于危险的任务 而无法保障艺人的生命安全 且没有第一时间终止录制 提供救援行为 令人寒心 青春有年二让我们认识到了优秀的刘雨昕 优秀的业务能力加上强大的舞台去场 刘雨昕斩获了一大批观众的心 可在走红之前 刘雨昕却曾被一些人诟病 是因为刘雨昕的形象 她之前在的那个团在胡了 那时的她 每天都在痛苦与迷茫中度过 对自己无限怀疑 好在再次谈及这件事 刘雨昕已经淡然了 她说 为什么通过一个人的头发长短跟穿着来定义一个人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应该是自由的 蔡徐昆出道时 对她的恶意重伤从来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现在还是因为人红是非多 那么当初还是小透明的她 也曾受到过莫名的恶意 当时的她通过不断努力进入新东亚洲全国15强 最后成立组合顺利出道 可等待她的不是星途坦荡 而是如同透明人一般的生活 终于等到了难得的舞台机会 但轮到她演唱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毙了脉 遭受如此不公平对待的蔡徐昆 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向队友借卖接着唱下去 好在如亲的蔡徐昆已经从抨击和诋毁中走出 实现了蜕变和成长 贾琳是如新的华语最高票房女导演 可在翻身前 她却惨遭恶意剪辑 2015年 贾琳录制了一档真人秀节目 为了煽情 节目组必问贾琳母亲去世的事情 贾琳实在无法忍受 便选择赤字回去 却被节目组爆出耍大牌 节目播出后 贾琳也被贴上了好吃懒做 没怎忍心的标签 有人对贾琳说 你可以向公众解释 不用忍气吞声 而贾琳只是很平静地说 我理解 这里面的心酸 也只有她自己明白 人为言轻 这在各行各业都是相似的 只有获得成就 才能拥有话语权和被人重视 别人才不敢忽视你的存在 其所不欲无实于人 希望所有施下恶意的人 能够换个角度 替人多想一分 你们如何看待明星所遭受的恶意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